作为傅一泽的父亲 您可以对您的儿子关心和担忧 我能够理解 可是我不能够理解 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 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您对您儿子有要求我能够理解 但是您没有权利要求我 还有 我不是什么私生女 我是斯董前妻的女儿 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先去忙了 站住 这个就是你出的女朋友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我跟谁家伙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易泽哥 别让你爸生气 你爸身体不好 刚出院 有什么事 我们回去再说 好吗 不行 你现在就跟我说明白 你是不是铁了心 要跟这个陈云交往下去 好 那我就告诉你 他不仅是我女朋友 我还要跟他结婚 还要跟他生孩子 你管得着吗你 聂子 聂子 打完的吗 走 你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手机没电了 怎么有事 怎么你也太突变了 没什么 现在只是上班时间 你叫我上来 该不会就问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昨天我爸说的话的确是有点过分 我代表他 向你凋借 其实我跟他 我们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你爸说的是有道理 我想说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像我分不清不同口味的咖啡和红酒 你分不清韭菜和葱萝 我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 只是我对我们的爱情实在是没有信心 我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 那是因为司董 还是因为我爸 那行啊 等到这个项目完成了以后 我可以跟你一起 离开公司 然后陪你到国外去 不 我跟曲恒一起去 我这么说 你该清楚了吧 陈丽云 我是不会放手的 我也不会放弃我们之间那个世界的 对 不是